老不休,你真是贪心不足,竟然打起了持家寡妇的主意,你就不怕把你身子骨弄散架了,都一大把年纪了,婆娘在枕边指着丈夫的鼻子说,女人家真是头发长见是短,你懂个屁。 男人拧着女人雪白的大腿说,太太啊,我可是再下一盘很大的棋,再说了,我才四十岁,宝刀不老呢,男人训斥女人道,这段对话发生在1925年的云南新平县,说话的男子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润芝,大家好,欢迎关注硬核王探长,点关注不迷路。 1885年,李润芝出生在云南新平县,一个世袭统私之家,在乾隆年间,新平县的少数民族不堪忍受政府官员的欺压揭竿而起,局面不堪收拾,危难之时,李润芝的曾祖父李显志挺身而出,这个李显志是中原人,有一身武功,还懂兵法,是无举人,他野心勃勃,一心想报效朝廷,建功立业,便主动请命。 乾隆一看大喜,任命他为讨贼将军,挂帅出征,李显志马到成功,平定了叛乱,被乾隆预封为阎望图把总世袭吐司,李显志把这里打造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开始作为作福,到了李润芝父亲这一代,李家已经家道中落,风光不在,父亲李可公只能靠经商来维持生计,开了一个叫傅昌龙的商号。 不过,因为李家的人脉,李可公也很快积累了大笔财富,拥有良田千亩,商号十多家,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土豪。 李润芝生下来,可以说是掉在了蜜罐里,哪怕什么都不干,也能一事无忧,一本子吃不完的老本,然而也可能是由于基因的缘故,李润芝不甘心一辈子平庸度过。 他少年时就说,大丈夫不能白来世界上走一遭,要轰轰烈烈,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千年。 1912年清朝灭亡后,李润芝萌发一个念头,恢复祖先的荣耀,在哀劳山称王称霸。 但是,称霸谈何容易,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 在这个强者维森的年代,你需要有打手,有团队,有枪支弹药,而要完成这一切,没有足够的资金是不行的。 李家虽然富裕,但是要是干事业的话,那点钱远远不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依靠这样经商积累的话,速度太慢,估计要等到猴年马运。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我必须报复啊,报复的手段不多,不是偷盗,就是杀人越货,偷盗致富,也只是小富,节路才能积累大批财富。 于是,他开始让自己的管家周群在各个交通要道和旅店饭店建立情报站,专门打听过往客商的消息,为劫财提供信息。 不久,就有生意送上门了。 一九一二年四月中旬,情报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和西县富商郭玉珍的马帮即将从哀劳山经过,前往镇远。 李润之闻听大喜,立即开始部署,一般毛贼节路,都是拦住行人之后。 大贺一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帝国,留下买路前。 李润之觉得那样太没见,他要做的是照单全收。 李润之把打手埋伏在五里坡,郭世贞的马帮经过时,他一个呼哨,几十个打手们蜂拥而出,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对方说,东西丢下,您可以走。 马帮的人谁不怕死,听了这话,大家丢下东西,没命逃窜,很快消失。 这一趟,李润之收获不小,除了得到十几支枪,四十多匹罗马,还有鸡麻袋货物,一大堆银元。 清点战利品之后,周管家眉开眼笑说,给主公道喜。 道喜个屁,道三还差不多,这点钱不够老子塞牙缝,李润之却没好气地说, 再说了,节路的是不能常干,遇到的如果不是擅长,会惹大麻烦,命都搭进去了。 周管家一听,眼睛滴溜溜一转,对李润之小声说了一番话。 李润之一听眉开眼笑,对管家伸出大拇指,高,这主意高,真是我的孔明啊。 周管家出的主意,是个歹毒的计策,那就是来个黑吃黑,吞掉持架的产业。 持架的当家的名叫持子架。 也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在新平,镇源和双白等线都有产业。 持架虽不敢说是富可敌国,也算是富可敌县,富得流油,如果能把持架的财富吞并,那李润之就能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了。 可是这持子架也不是好惹的,他雇了不少把守,不但武功高强,骑射功夫一流,这些人还会使枪,百发百中, 持架的身宅大院,修筑德根碉堡似的,还有机枪,小炮。 因此,李润之思来想去,没有敢动手。 就在这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持子架死了。 据说,持子架是累死的,因为他的一太太王雁凤,不但精明能干,而且邪尽很大, 李润之一听,就有了主意,把这个一太太摆平,那产业不是自己的了。 他赶紧打着慰问的旗号去了持府,打算把王雁凤勾引到手。 王雁凤当时才三十五六,年纪轻轻,死了丈夫寂寞难耐,李润之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把对方搞到了手。 可是王雁凤不是省油的灯,在一起快活的时候,说得比唱得好听,一说要借钱,一个字都没有。 李润之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你这小娘体。 让老子消耗那么多体力,你却一毛不拔,干脆做了你算了。 周管家听了说道,主公别急,我有更好的办法。 你倒是说说看,什么好办法。 周管家如此这般,对李润之耳语了几句,李润之听了,再次对自己的管家赞不绝口。 原来老持家只有一个独苗,名叫持幻想,当年十八岁,还没有婚配,他是个娘娘腔,软弱得像个阿斗。 周管家的意思是,将李润之的二女儿李凤真嫁给持幻想。 这一来,持家的财产不就变成李家的了? 结婚之后,李凤真果然掌握了持家的财政大权。 可是不久之后,持家发生了一件意外,持幻想却和有夫之妇勾搭上,在那少妇床上弃绝身亡。 事件结果显示,持幻想是吃那种药太多,药物中毒死的。 不过大家并不认可,说持公子的死是一场阴谋,跟李润之有关。 老持的太太王雁凤曾经去县衙告状,说李润之谋害了小持,但是因为没有证据,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这一来,持家的财产都归了李凤真,不久便被父亲李润之过到自己名下。 按说到了这时,李润之该收手了吧,哎,人的欲望无止境。 他并没有满足,继续寻找发财机会。 在云南,最好的财路就是经营毒品,说到毒品,人们很自然会想到鸦片战争和列强,其实鸦片毒害国人最深的还是我们自己。 到了十九世纪末,我国基本上实现了鸦片自给自足,还是朝廷下令种植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让洋人毒害子民,还不如自己毒害自己,肥水不流外人田。 民国初年,西南各省军阀更是大张旗鼓的鼓励,甚至是强制老百姓种植鸦片。 他们喊出一个口号欲尽于争,就是说只要交税。 随便种,鸦片一本万利,再没有比经营毒品来钱更快的生意了,但是,这才不是谁都能发的,必须有靠山,只有棒上大佬,才能发财。 1927年,机会来了,云南军阀龙云和胡若鱼为了当老大,大打出手,杀得血流成河,难解难分。 李润只打算加入胡若鱼一方,豪赌一把。 周管家分析说,应该加入龙云的阵线。 明明是胡若鱼站上风,为何要加入弱势的一方? 龙云虽然目前处于弱势,但是他有蒋介石撑腰,翻盘是迟早的事,周管家摇头晃脑说。 加入胡若鱼这边是锦上添花,人家不在乎,跟龙云站在一起是雪中送炭,得到好处更多。 李润只一听毛色顿开,立即组织上千人,加入了龙云的队伍。 1928年,龙云果然打败了胡若鱼,成为云南王。 李润只押对了宝,被封为云南陆军第五独立团少将团长及五线联防指挥官。 升官之后,李润只立即在自己的地盘大张旗鼓,种植英素。 如此一来,裁员滚滚而来,有权有钱之后,李润只开始尽情体会他们带来的快乐。 岳父受担。 他大摆研习七天,五个戏班子演唱助兴,送礼的人排起长龙,收下的礼金,装了两辆汽车,直接拉到省城银行存了起来。 李润只好色,娶了七房仪太太还不知足,大肆物色十六七岁的女子,要求必须是处女,办了一个文化演出团。 这些女子九成被李润只开包享用,剩下的送给各级官员,为自己建立人脉。 上边的官员如果来视察,剧团中的女子又成为腐蚀他们的戾气。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并没有把她当作救世主,他们在水深火热中生活。 期待救星的到来。 1949年底,救星真的到了,12月初,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指挥所部第十三军和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主力浩浩荡荡,挺进云南。 这时候,李润只如果聪明的话,放下屠刀,还来得及,一肚子坏水的周管家,这时候非常清醒,劝说李润只投降,实时务者为俊杰,龙云都发表声明拥护共产党了,卢汉也起义了,我们小虾米还硬撑个啥。 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李润只这个大聪明,却听不进去,做出了错误判断,周管家一看,主子大脑发昏了。 他可不想殉葬,就在这天晚上偷偷跑路,临走,周管家还拐走了李润只一个姨太太。 管家的走并没有让李润只梦醒,他大骂管家一顿后,决意要跟解放军作对。 1950年3月,李润只卖掉了家产,把存款取出来,购买了大量枪支,然后,他开始用三寸不烂支舌,忽悠哀劳山平民,说解放军来了玉石巨坟,寸草不生,村民被他成功洗脑,决定组团抵抗,加入李润只的滇钱人民自卫队。 该自卫队一共有七个支队,十六个大队,成员一千多人。 4月,李润只发动新平叛乱,率部进攻县政府,杀害区工作干部和进步群众,他们还包围边总边中独立团的一个营,气焰非常嚣张。 第42团曾经两次攻打李润只盘踞的土司府都遭遇挫折,李润只因此忘乎所以,口出狂言说,我要打到省城,当云南王。 朗朗乾坤,启荣土匪猖狂,同年十月,滇中独立团和42团合力进攻土司府,将其李润只生擒。 1951年3月22日,李润只迎来了自己末日,新平线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枪决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魔。 群众拍手称快,盛赞共产党英明。 李润只死了,但是却留下一个谜团,那就是李润只家财万贯,金银珠宝无数,据传,李家光是黄金珠宝,就有三百箱。 诡异的是,解放军从他的巢穴隆溪庄园却没有搜出什么东西。 那么多的财富,究竟去了哪里? 有人说,李宅有地下室,黄金放在那里,也有人说,李润只把黄金放在了附近的一个古墓中,这么多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盗贼来到新平寻宝,他们将李宅翻个底朝天,把古墓挖得不像样子,但是,他们全都一无所获,空手而归。 有人说,李把黄金装上飞机,运往台湾,可是黄金都走了,李润只人却没有去,这不合情理啊。 时至今日,李润只的几百箱黄金依旧去向不明,成为谜团。 不过黄金存在与否,能不能找到,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祸害一方的恶魔被除掉了,新平人民翻身做了主人。